哈喽呀,中午好,现在已经12点多钟了 今天就是五一放假了 早上在床上刷抖音的时候 看到说南州到处都是人 然后我现在去体验一下 现在来到了西关十字 我现在在这里吃点东西 然后等下去那个黄河雕塑 我在这里居然看到了新银咖 我在广州经常喝 然后我来买杯咖啡 快点了一杯男朋友的 我在广州喝过了 又出了手磨咖啡的味道 然后又便宜 看到这空中的牛絮没有 我不记得我咳嗽也跟这个牛絮有关 来到了这个黄河母亲雕像这里 把个卡 在黄河母亲雕像那里 然后从这里下来 在这里可以做那个羊皮筏子 起点就是黄河母亲雕像 然后终点就是那个中山桥 在这里买票 到中山桥一百块钱一个人 买了个羊皮筏子的 在这里等啊 我是三十号 三十 三十 穿好这个救生 然后把这把包翻到前面 翻了 来 看在下面这一条 转子 这真的是猪皮吗 羊皮 哦羊皮 你这个羊皮筏子喝的猪皮 哈哈哈哈 这个梦好大呀 好好玩 在那里坐羊皮筏子回来的话 可以免费做这个快艇 然后再回到那个黄河母亲雕像那里 然后我就不回去了 黄河搜刀 然后到那个白塔寺上面去 这也太多人了吧 山桥这边 你又可以做羊皮筏子的 然后从这边坐到那边去 我刚刚是从那个黄河母亲雕像 然后坐到这边来 那个黄河母亲雕像那里 然后坐到这个中山铁桥 这里大概20分钟左右 我现在去爬那个白塔山 然后看夜景 从这个中山桥里面走过去 看那个桥上面全是人 我们一直沿着中间这里往上走 白塔山是不要门票免费的 终于到白塔寺了 我已经到白塔寺最高点了 我是6点钟开始爬的 现在是6点八 爬了半个小时 我等到了8点半 差不多了 所以我冷死了 光光就是在那里拍的 现在下山了 南州的夜景 我为了等这个夜景 我等了两个多小时 我现在去吃个东西 我今天就喝了一杯咖啡 我先去郑林路夜市 郑林路小吃 郑林路太夸张了 全跑出来了 我不玩里面挤了 我在外面随便吃一下吧 对面这里有一家羊肉面片 我点一碗小碗的羊肉面片吧 10块钱 羊肉面片 羊肉面片 超酸的 吃面要吃货 好了好了 果然这边的酸辣 我们都没有辣 现在已经晚上9点半 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顿 饿死我了今天 现在吃完了 这里面还是这么多人 还是挤不进去 我本来想吃了一个 牛奶鸡蛋挠到的 结果今天是吃不到了 今天中午12点多的火车 就要离开南州了 现在已经十点钟了 我就早点回去休息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拜拜